众说蓝谈风云,帮你解读最新的NBA消息。 北京时间4月11日,丹佛绝金队在主场迎战明尼苏达森林郎队。 两队战绩持平,并驾齐驱,这场卡位战直接决定西部榜首的归属。 比赛上来,两队势均力敌,比分交替领先,森林郎队半场仅领先3分。 一边再战,绝金队在约基奇的带领下多点开花,一度反超比分,但华子也不是好惹的,他多次站出来为森林郎稳住局势。 到了末节决战,森林郎陷入得分荒,约基奇带队打出一波13比3的小高潮,绝金队一鼓作气建立起16分的巨大领先优势,森林郎只能明金收兵,宣布投降。 最终,绝金以116比107击败森林郎。 森林郎是联盟第一防守大队,拥有多位内线常人,是公认的最有适合限制约基奇的队伍,这场比赛也被很多人视作西部巅峰对决的预演。 面对卫冕冠军,人高马大的森林郎却在内线攻防上没有讨到任何便宜,篮板球35比44落后,内线得分48比58被绝金玩爆。 森林郎靠着审准的三分球与绝金队搏命,全队以43.3%的命中率轰进了13季三分球,但磨高一尺,道高一丈,绝金在三分线外也超级高水平发挥,全队三分球25投11中,命中率高达44%。 森林郎队内外线被绝金队压制,又一次感受到了被约基奇支配的恐惧。 全场比赛下来,约基奇出战38分中,20投16中,三分球2中2,罚球12中7,爆砍41分11篮板7助攻3抢断的全面数据。 约基奇在赛前曾说过,这场比赛不重要。 可从约基奇走上球场的那一刻起,他就拆穿了自己的谎言。 首节比赛上来,约基奇小试牛刀,打出11分5篮板3助攻,见招拆招。 在绝金扭转战局的第三节,约基奇独砍15分,连续三次造成离开尔犯规是本场比赛的转折点,直接打乱了森林郎安身立命的45号位换防。 末节决战,约基奇百发百中,独得9分,带队一波流杀死比赛。 与此同时,约基奇一战刷爆多项NBA记录。 据NBA官网数据统计,这是约基奇常规赛生涯第20次单场砍下40家,超越田瓜安东尼19次,独居队史第二位,仅次于绝金民宿英格利时33次。 在另外一项数据统计当中,此一过后,约基奇生涯助攻数来到4650次,超越张伯伦,4643次,排在NBA中锋历史第二位,仅次于贾伴5660次。 这就是约基奇,太狠了,他绝对是NBA历史上最全能的中锋,既能疯狂砍分,又能借刀杀人。 此一过后,绝金队战绩来到56胜24负,反超森林郎,55胜25负,升至西部第一位,领先森林郎和雷霆两个胜场。 绝金还胜两场比赛,对手分别是马斯和辉雄,不出意外,他们将大概率锁定西部第一,这也意味着常规赛MVP失去悬念。 本赛季,约基奇出战77场,场均贡献26.6分,12.4篮板,9助攻,1.3抢断,真实命中率高达64.6%,普尔高达30.9,联盟第一。 有数据支撑,有战绩兜底,效率还高的惊人,约基奇就是MVP最好的定义,谁也抢不走。 另外,本赛季季后赛手组对决出炉,快船独行侠季后赛生涯第三次首轮对决。 那么,本赛季冬季奇终于要先翻快船了吗? 生涯至今,冬季奇已经打过三次季后赛,其中两次首轮倒在快船的脚下。 都说冤家路窄,冬季奇的第四次季后赛之旅,又是首轮打快船。 事不过三,这一回,他能率领独行侠先翻快船吗? 回顾两次季后赛交锋。 冬季奇第一次季后赛之旅,是在2020年,当时还只有21岁的冬季奇与快船大战六场后出局。 两队一度打到总比分,2比2平。 那轮系列赛,冬季奇的表现已经相当出色。 场均31分9.8篮板8.7助攻,投篮命中率50%,三分命中率36.4%,当时他的身边还是波尔金吉斯,可是波神只打了前三场就伤停。 冬季奇在G4经历加十苦战,轰下43分17篮板13助攻的大号三双,独行侠才以两分优势,涉险过关。 不过,接下来的两场比赛,面对卡交组合,年轻的独行侠还是崩了,一场是43分惨败,另一场也输了14分。 2021年季后赛,冬季奇再一次首轮碰到快船,比起上一回,独行侠离先翻快船似乎又近了一些。 冬季奇在这轮系列赛里,场均35.7分7.9篮板10.3助攻,投篮命中率49%,三分命中率40.8%,状态比前一年季后赛更加火热。 这一次,独行侠甚至一度总分3比2领先,但关键的G6和G7,他们还是没能赢下来。 特别是冬季奇生涯的首次抢7大战,他已经拿出了46分7篮板13助攻的表现,三分球11中5,可是独行侠的其他球员总计3分25中5,整体实力还是不如快船。 和三年前相比,冬季奇这次的帮手有了明显的升级。 他的身边已经不再是波尔金吉斯,而是擅长打硬仗的欧文,独行侠通过交易换来的华盛顿和加福德更是填补了球队前场的短板。 在冲击季后赛的最后阶段,独行侠是全联盟状态最好的球队。 过去18场比赛,独行侠16胜二负,战绩排名同期联盟第一。 目前东西部第一的绿军和绝金,在这段时间内分别是14胜4负,不如独行侠。 最值得一提的是,独行侠在这18场比赛里的防守效率是106.0,同期联盟第一。 与此同时,他们的进攻效率也达到118.2,同期仅次于绿军、步行者和绝金排名联盟第四。 他们是过去18场比赛里唯一一支攻防效率都在联盟前五的球队。 独行侠的净效率,百回合赢分,12.1分,也是同期联盟第一。 季后赛拼的首先是防守,而做好防守的独行侠,确实有不同以往的竞争力。 看看这18场比赛,独行侠球员们的状态。 东西其场均31.3分10.2篮板9.9助攻,近乎33双的表现。 处于摘月期的欧文,依然有场均25.6分4.7篮板5.4助攻的贡献。 投篮命中率51.3%,三分命中率39.3%,罚球命中率92.4%,也是近乎180俱乐部的效率。 加福德和华盛顿成为了球队近18场的3号和4号得分手。 加福德的命中率高达82.5%,场均还有2.3次盖冒。 华盛顿虽然命中率不高,但能做的事情不少。 这两位新员,场均合计也能贡献24分左右。 以这样的状态进入季后赛,哪只球队敢说就能肯定击败独行侠? 但快船也不是省油的灯。 当然,无论独行侠最终排名第四还是第五,他们打快船还是要把自己摆在挑战者的位置上。 毕竟,东七齐在季后赛生涯中还没先翻过快船,两次被对手淘汰。 本赛季常规赛的三次交锋,快船也是两胜一负,占据上风。 不过严格意义上来说,这三次较量对于目前的两队较量来说,参考意义没有那么大。 其一,三场常规赛都发生在2023年,独行侠的主力阵容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变。 其二,快船的变化也不小,双方第一次交锋,威少还是首发。 第三次交锋,乔治也没打。 快船同七的状态,当然不如独行侠,他们在过去18场只取得10胜8负的战绩。 不过,老谋身算如卢指导,早早已经为季后赛开始盘算。 今日赛后,谈到首轮对阵独行侠,卢指导也是自信回应,我已经开始准备了。 先是小卡,后是哈登,核心阵容开启轮休模式,最后阶段的快船战绩并不能体现他们的真正实力。 毕竟,快船最猛的那段时间,23年12月3日,24年2月6日,一度打出了26胜5负的战绩,同期也是遥遥领先其他球队。 季后赛的快船,没准又能拿出那样的状态。 独行侠和快船在五年内的第三次交锋,欧文和哈登这对老队友也狭路相逢,大家更看好谁能晋级下一轮。 好了,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,感谢兄弟们大力支持,最后千万别忘了给球也点赞关注,我们下期再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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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